购买口罩实名制更改为成人7天 可购买3个口罩15元 儿童口罩则是5个25元 板桥一家药局准备零钱箱 请民众直接投整数零钱 一来药师可避免接触零钱 降低感染风险 二来加快购买速度 减少民众排队的等待时间 那时候我就想到说 一方面找钱很麻烦 然后一方面我手上要拿口罩给民众 然后又收他们的钱 感觉上就是不是很干净 也不是很方便 一方面也会延误大家排队的时间 所以我就想说 那即使是小钱 那如果说能够用这个零钱捐 就5块钱就不要再找了 就直接我们捐给创世基金会 有民众自备整数零钱 购买成人口罩15元 还是儿童口罩25元 如果不是整数 就会有找零的问题 要举零机一动 借此机会发起零钱捐 驻若市 号召大家捐出零钱 帮助创世基金会 其实民众我觉得也是随喜 他们愿意的话 他们捐 其实我后来我也没有很强制 就是说 你真的 等数来我不找你 然后我还是会 找你钱 然后就是说 看他们自己 因为我觉得做公益 就是自己要心里愿意 我觉得这样才有意义 乃瓶造型的透明罐子里 民众响应零钱捐 金额慢慢累积当中 药局认为 人人都有一份行善的心 若能借此机会 邀请大家响应 小额零钱捐做公益 累积善款 相信会对照顾植物人的 创世基金会 带来更多的实质帮助 记者林立吴志恒 新北市报道